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4號星期天 今天是GaryVee的生日 46歲生日 祝他Happy Birthday 因為真的沒有他呢 我也不會去了解這麼多有關NFT的事情 當然在網上在Twitter啊 在Discord啊 各個地方都有很多人在做Happy Birthday的慶生 而且今天在Discord會有一個抽獎 他要送一個他的NFT給Discord的群組 那我看他是怎樣辦了 好像是今天晚上8點的時候 OK 那過去這禮拜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這個神曲啊 玻璃心跟這個製作人陳明志 是陳明志嗎 我有沒有講出來 唸出來的名字 可是陳明志在上禮拜一天呢 他發行他的手的NFT啊 那我上次也有講 也有提到 那我後來在禮拜一的時候呢 就發現有人竟然買了三 就是玻璃心這個號 022這個號碼 編號022 他是跟陳明志買三個Eath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標價出來是1.345 就是說連一半的價格都不到要拋售 老實說 那我跟我太太說 這個為什麼這麼低呢 就是有沒有 會不會是一個騙局啊 所以說我經過反覆的查證之後 發現他這個是真的 是真的 那我在想是不是他 當然這次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因為這個 雖然可以看到這個資訊 但是我們並不認識這個人 所以 但我手上也沒有E 沒有Ethereum 所以 我太太 當然是手上是有點錢 所以 他說他叫我幫他買 於是我就跟他 教他怎麼樣去操作 就買了這個022 老實說我看 目前看來他這100個這個E 就說玻璃心這個總共有100個 那有60多個還沒有賣掉 他的owner還是這個難密 當然這無所謂啦 因為總之長期來看 因為他只有發行100個 而且這首歌是一個很有歷史定位的一首歌 所以覺得還是長期擁有是ok的 當然我是這麼看 這有點像是買這個新創公司 Start offer公司 在NFT有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你是投資這個人 ok 投資這個人 那你認為他在長期他會有前途 比如說像有一個另外一個project 叫做My Curio Card 給大家看一下 他 他我也是在Garry V的一個podcast了解到 原來他這個是在Ethereum第一個project ok 第一個project 那我會把一些鏈結放在下面 讓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自己去了解 那我已經在這個群組上面 大概一個多禮拜了 拿去問了一些問題 然後就到處去搜索 發現這個project是因為是歷史上的第一個project 他們在紐約在2017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但那個時候當然沒有OpenSea 而且也沒有下這麼完整的一些標準 所以說他後來到OpenSea開始的時候 他還要把他原本舊的一些 就是說原本的這些token 把它包裝一下 然後才能夠放到這個OpenSea上來做交易 而且有些token事實上已經是不見了 甚至在當時候他們有一些發行的token 因為賣的不好 所以他們就把它銷毀了 所以現在他的發行量就很低 反正就是這些當時候賣的不好的 現在這個在收藏家的眼光 他的價值就比較高 那當然這個是每個人見仁見智 這不是一個我不是推薦大家去買的 只是說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眼光 去瞭解一下一個project 跟他的背後的一些故事 那我個人是覺得 他現在的flow price是大概0.3% 0.4% 比之前大概已經跌了百分之七八十掉了 現在倒是一個感覺挺好的一個入手的機會 也許會再跌啦 也許會再跌 這個我們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樣 拜拜